各位聖誕快樂 今天就是聖誕普天同慶 皆大歡喜 我就是在家裡過了一個寧靜的聖誕 然後晚上就和家人出去 看看出戲 都蠻好看的 今天聖誕沒有什麼事情做 也沒有出街 本來說上廣州後 太助就說去馬曹 就不是迎接主耶穌 是看他的馬仔 所以等得來已經很晚下出不了 上不了這個廣州 明天上廣州上班 雖然是Boxing Day 明天就會繼續工作 上廣州工作 講回剛才看出戲 葉問的外傳 叫做張天志 張天志 這齣戲是由蔡小芬的老公拍的 做主角 港產片來說 我相信已經是跌到谷底 現在開始回升 楊子慶在裏面做的都是一幅大配角 但是整齣戲來說 那個佈局還可以接走呢 都緊湊 只不過有時候 那些角色那個 那個演技 就沒有夠完全帶得到 那個性格出來 算是這樣的了 我看到 現在的港產片來講 有振興的一頁 好像那齣 鬼佬拍的 My Asian My Richest Asian Boyfriend My Richest Asian Boyfriend 那齣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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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鬼佬拍的一齣 唐人片 那齣戲 也勾畫出 這個千戲年之後 中國人 亞洲人 已經在經濟方面 非常之富裕 變成影響力很大 在那個過程裏面 把這個經濟的重心 轉移了由美洲 轉移到亞洲 然後用這個背景 說出中國人 是怎樣富有法 這一齣葉問的外傳實際上跟葉問無關 在整齣戲來說 就是講葉問的手下拜章 張天智 怎樣去脫離江湖 希望做回一個正常人 做回一個好爸爸 照顧一個兒子 大兒控郎 然後過生活 誰不知人生就是這樣 作弄你的 你想做普通人 永遠就普通不了 於是說他一路的生活 如何受到挑戰 遇到奸人 當時香港的殖民地政府 警察的貪污 和毒販勾結 變成了張天智 在過程裏成為 禁讀的英雄 當然期間裏面有同一陣線的朋友 也有犧牲 是不是 出戲都挺好看的 如果沒什麼做就 出戲都值得看 我對香港的電影 實際上是有種情而結 有種 覺得香港電影相當不錯的 雖然以前年輕人看的時候 用鬼佬荷里活的標準去看 就覺得很麻煩 或者是做一些東西 水平不夠 多少大有 看外面的電影一定會好些 客觀事實來說 的確是 鬼佬片嚴謹些 但是現在年紀大 看回頭 尤其是周星馳的電影 又有一些會心的微笑 因為人生的月曆又多了 看回頭的時候 有一種共鳴 比如審死官裏面說的 諷刺 社會的時勢 一些貪官 那些電影 有時候看回那些精華片段 又多貴 該死 有一種會心的微笑 又說回這個 葉問的外傳 張天智 我看到那個 鬼佬的對白 之間的內容都嚴謹了 沒有以前那些 那麼表面的 那裏面那些鬼佬電影 那個對白呢 都有一些深度 譬如說說什麼呢 就 他講到 在這個 殖民地的地方來講 誰拿裝的呢 一定是英國佬 如果你被一個 英雄霧出來的時候 如果個個都一起霧出來 那你還有管治的能力嗎 所以當時這個大毒梟 就怎樣去行賄這個警司 然後叫他去打壓這些 江湖人物 那這些江湖人物 是正氣的江湖人物 就並不是走憤 是懂功夫 但是呢 要過正常的生活 就不只是打打實實的了 在這個過程裏面呢 就有華洋的那個 瓜葛 大家在這裏 文化差異之事 也講到這個 鴉片戰爭裏面的另一個縮影 就是毒品的背景 所以世事的事情 究竟你怎樣去定對錯呢 當時來講 英國人一樣是賣這個鴉片 是不是 那賣給誰呢 就是賣給中國人 是不是 那經哪個Bank 當然是Hong Kong Shanghai Bank 做Banker 當時 那個銀行 又一樣是跟這個毒販 當時 Jardine Family 他們那些 在那裏買板 那些都是做這些 貿易生意的時候 那一樣是違法 但是當時來說 有政治 有強權 就沒有公理 是不是 變成 這樣的情況 經營 有英國政府 撐要買鴉片 都是合法的 而當時收到的錢 那個Banker 就是Hong Kong Shanghai Bank 做Banker 一樣是money laundering 但當時沒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當時的政權 是支持這一點 以及做這種貿易的後台 但今時今日 一個華為的 曼晚舟 就被人拘捕 就說它是 下面的一間公司 子公司 就瞞騙了 將真實的事情 做的生意 那個子公司 和伊朗做生意的 那個生意 就沒有正式地 和合理地透露出來 就懷疑這裡 有涉及門騙 有細黑錢 也有違反了這個 所謂叫做美國的法律 根本不是聯合國的法律 今天美國又要踏它 為什麼 這個是政治 什麼都是講政治 有什麼會在法律之上 向來就是政治 在法律之上 是不是 國與國之間 是要打到的時候 我告訴你條例說什麼都好 甚至乎這個國際的法例都好 很多人不理會 一次大戰就這樣 二次大戰就這樣 簽了公約 就一樣照樣 好了 當時這個不公義的 不公平的一個這樣的 一個這樣的 條約 迫使了滿清政府 將這個香港島 和九龍半島 甚至乎這個 新界各樣出去 那這些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 叫做 政治 利益上衝突 有強權 沒有攻你 砌營 二萬人 砌營二十幾萬的清兵 然後拿了你的領土 然後還要賠錢 是不是 這些是什麼呢 其實政治 不是法律 好了 簽完之後 中國政府 當時 勢力不夠 國民黨也不夠力 又要看這個美國人面色 好了 共產黨上台之後 也是新中國 沒有能夠 一下子之間 全部是大有作為 也都要韜光養晦的 也都是被迫的情況裏面 是履行 繼續observe 是comply with 這個 international treaty 在這個情況裏面 要等到1997年 就收犯 以 英國人的角度很簡單 喂 你香港島 是永久各樣的 所以他們的角度裏面 說 香港 不屬於中國一部份 可以理解 因為從那個角度來說 這個treaty 就這樣簽 簽了之後 永遠一定要遵守 但不要忘記 treaty後面的背景 定定的都是 在政治上做一個 一個 一個撐腰 是gunbowl policy 是戰艦 軍隊 強權 出自於這個槍桿子 誰人 誰人夠惡之槍 比你 和射得遠過你 和厲害過你 那個就抓莊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裏面 香港被割了出去 現在要拿回頭 形勢又被人強 很簡單 就是 要這樣 因為自己已經有 開始有自信 要拿回中國 回來這個 國家的一個尊嚴的問題 英國人再計一條數 是我 掐人不夠你掐 97%是華裔 拿回來的時候 自己都可能就是 拿屎上身 突然這幾百萬 五百幾六百萬人 走到英國住的時候 你收他們 不收他們 好幾個東西 在非洲 坦桑尼亞 諸如此類的地方 全英國殖民地 那些 全部那些 亞洲人種 印度 黑人 全部都倒閉了 英國 如果再來 收拾多 五六百萬華人 當中裏面 有三百幾萬 是拿這個BDTC 即是 British Dependent Territory 這個 的 Passport Colony Dependent Colony 如果是 英籍的 回到英國的時候 真的不行 所以當時 放棄香港 然後 就要用這個 主權換自權 自權換主權 我們放棄的主權 但是希望可以有自權 100年行不行 50年也耍你 行不行 不行 然後就說 不要給英國佬 就給自己香港的 那個叫做 港人治港 那這種是什麼港人呢 是變種港人呢 是直化港人呢 還是親華的港人呢 這裏肯定是 就變成他 由他自己來做 這個 培植的人 一定是他殖民的 五十年不變 就是這樣的情況裏面有 好了 講到這些是講什麼呢 就是政治是不是凌駕法律呢 我可以告訴你 政治一定是凌駕法律 尤其是國與國 在一個地方裏面 如果涉及到 有國家利益的問題的時候 這個國家利益 根本就是 inbuilt了 就是一個政治的立場 而是 化身成為法律 你看看 美國佬說要砌人的時候 包括 賓拉丁 他可以派幾隻飛機去巴基斯坦 是不是 捉人兼且殺人 殺完人之後 還可以佬劫 人家的屍體 然後呢 就 就在這個印度洋裡 扔到大海 他是這樣說的 那為什麼不去 有一個審訊呢 那這些泛民呢 他是不講的 因為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收了暗口費 只會講講單方面的事情 實際上政治是凌駕 法律 國與國之間尤其是 這些是比比皆是 那現在講回 就是 鄭若驊說不告這個UGL 是不是法律上的問題 法律上的問題 他抓莊的嘛 尤其是刑事方面 那個檢控權 在他的手 根據這個基保法63條 那現在 要問還是不問外面 那些 所謂叫做二手 一手 的opinion 那 一手 他自己抓莊 如果他認為說一手 好像不夠聲 那我再來 撻著二手 那才找些二手的opinion 第二手的opinion 就是二手 是不是 那在《基本法》裡面 63條就說明 他自己是可以抓莊 如果他自己有自信的時候 和政治上有考慮 覺得我不去片 也不去片都可以的 我喜歡去片 所以他完全是有這樣的 獨斷獨行 這個就是《基本法》給了他 是不是 這個權 你沒得質疑 所以呢 這個就是 這個律政司 他不告梁振英 UGL 建基於一 證據不足 而也是檢控方面 正如說入罪的 那個機會 是不高 那麼在這種情況裡面 就決定不高了 那麼我也都 較早前講了 這個這樣的合約 自己本身 我覺得也都不應該是 有什麼大的問題 這個是他golden handshake 他還沒上任 做特首的時候 他也都已經是 是收了 那麼 況且我也都沒看過 那個 他申報的 那個表格究竟怎麼說 那份東西 就在 在 高等法院大法官 那裏 做宣誓 寄存在那裏 那裏 所以在這種情況裡面 這份東西又不浮頭 那作為這個 特首 把問題交了 也都被這個律政司司長 律政司司長 決定不告就不告 但是那裏 那裏 林卓廷喜歡搞搞震 什麼原因 很簡單 因為他搞的 是因為政治的問題 他也不是講法律 如果講法律 他自己都周身屎 為什麼律政司不告他的時候 他又不走出來 要讓律政司 為什麼不出去拿一個 二手法律意見 來去支持 這個 這個律政司 去不告他 對不對 為什麼他又不出聲呢 這些叫做 就是 大小超 對自己有傾傲的 他就不出聲 或者出聲 總之對自己有傾傲的事情 他就去做 對自己不傾傲的事情 就想都不想 講都不講 併了他 時運高 看不到你 這就是 他們的泛民 實際上 他在罵人的時候 實際上他自己都沒有什麼 Ground 他也不是站在任何的 道德高地 你看到他們最喜歡的就是新聞炒作 搞搞震 但是那幫傳媒 就很喜歡 聽他們說 無他的 一勒相承 整班人都是牛鬼蛇神 所以我對 我對 那幫 有色眼鏡的傳媒 我都是 其實我都很失望 不過 講歸講 香港都是一個算是好地方 任得你怎麼說 我喜歡在我自己的頻道說話 你報就好 不報就好 反正我自己 說了我自己心裏 不知多過癮 是不是 香港勝在就是有言論自由 任得你講 你做什麼 只要不犯法的 做什麼都可以 也是一個很自由的地區 不是我說 也是世界有名 你看看香港 他的生活的環境 雖然說是很差勁的 就是住的地方 比起其他地方來講 一 他又不夠闊 二 也都是很狹窄的時候 兼且那個生活質素 也都是 是 是 比較 信息 那第三 也是 原來貼錢買爛售 給這麼貴的錢 去做一些叫做納米房 買到一萬多二萬元一呎 然後就買一間納米房 納米房 納米單位 納米房 納米單位 一百二十萬 一百二十呎 可以買到成 二百萬這麼貴 真是離譜 但是 偏偏就在香港 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那 雖然說 這麼多是 引起大家的批評 尤其是居住的問題 回顧 看回香港自己本身 其他各方面的事情 都很出色的 你看 我們的交通系統 都算是很發達 這麼窄的地方 住這麼多人 車又多 路又窄 但是 我們依然的交通 都是這麼暢順 這些事情 多謝上帝 對不對 這麼好的環境 我們能夠有這樣的事情 這些是 拼乘以論 香港人的成就 仍然在這裏 我希望 我們年輕的專業人士 不要只聽那些片面之詞 一定要用自己的腦筋 去看清楚 究竟 現在有些事情 那些人只是在那裏 搞震 他們自己的心目中裏面 是有些什麽的企圖 無他 他們就是想自己 自己 但是 但是 有任何的事情 對他不利的 他一樣 是鴉雀無聲 所以politician 你不需要信到十足 最重要是 你方方面面都看 也不需要刻意 喜歡哪個 或者討厭哪個 因為兩個都是差不多 包括我自己 是不是 你不需要信我這麼多 但是 起碼我夠膽說 告訴你 我也不會只剪一面 不剪一面 是政府如果做得不好的時候 我一樣都會批評 但是就不要好像泛民那樣 他包吵 是不是都要張過去 有人這樣跟我說 老實講 政治是這樣的 如果太過平淡 就不要看的 總是有些人做一面 極端 另一方面 當然一定要跟他 來秉過 這樣的時候鬥出 才是和味 即回飄加 撕剝花生 都好味一點 這樣看 我又不贊同 是一定有這樣 做什麽事情 你們要做觀眾 是不是 其實 有這麽多事情 不看 只是在那裏 在那裏 只是看別人鬥爭 你覺得好看嗎 我覺得不好看 要談到這方面的政治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 要在這裏 要自己站在一起 要怎樣將香港的那個力 香港的影響力 良好的影響力 是內在必須要推動 對外的影響力 就一定要跟別人鬥爭 跟別人爭取最好 就是competition 那種競爭 不是鬥爭 競爭 要競逐 更加出色的表現 還有更加卓越的成就 這些我們應該要把那個力 這樣推出去 跟別人這樣比拼 才有好玩 經常自己內鬥 這些in fight 就很損耗 我不喜歡in fight in fight in fight 就是真的 是廢事失事 兼且就沒有意思 我贏了你 你贏了我又如何 原來 兩人這些in fight 打到你自己 自己招頭爛額 原來冠軍那個都是很差的 因為跟別人出現一比 就已經立竿見影 人家已經拋離你們多遠 所以 我就對這個UGL的問題方面說 我已經說明很清楚 如果這幫UGL喜歡要揭開來看 我亦都不反對 那就麻煩你把之前那些 無論是佔中 收黑金 清場的時候 坐在那裡 阻差辦公 專門搞這種煽動 這個叛亂 等等這些人 教別人讀法律的 又教別人犯法的那些 這些人實際上 就是浪費納粹錢 浪費納粹人的金錢 這些人其實不用審 一二三 就一於炒了就算了 這些就一樣是沒有膽識了 為什麼不動他 你看看別人 在外面的 那些教授不斷講錯兩句 都已經說你終身制 立刻炒你就炒你 剛剛昨天又看到一篇新聞 就講了一個非洲漢 回鄉 然後就回來 到大陸 在香港過境 他就把三隻白鴿 放在鞋盒上 然後就放下一個搜題行領 過關了 那就已經違反了兩條條例 一就是約束 第二 沒有牌照的情況下 將這個生口入境 都要坐兩個多三個月間 你說搞這個佔中 那些不坐三兩年 怎麼對得住人呢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你看看 我們的司法制度 麻煩在這方面 醒醒神先 好嗎 醒醒神先 這裡來講真的 一定要想清楚 做的事情不能夠太過 當然 當然 最近也有羅冠聰事件 那裡有四個長者 都被判 上訴 失敗 坐牢 我覺得這些也是很無妄 不要緊 無論如何都好 要發生 要受就要受它 不過 要怎樣公穩些 判決一定要有一個標準 要一視同仁 不要在這裏守 在那裏守送 這個就是 司法的問題 我認為 就不應該受這個政治的影響 但是檢控的時候 有時候 有沒有一個政治的考慮因素 在裏面 是會有的 又說回頭 司法的時候 會不會有政治的考慮 都有的 不要說沒有 因為我們有一個 叫做Floodgate Argument 就是當在Civil Case裏面 要判誰贏和誰輸 我們如果看到 是判出來的時候 某方面贏了 你會導致有一種泛濫 泛濫的後果 這個影響地區的政治穩定性 所以就算你有道理 也好 也不批避你 這個叫Floodgate Argument 所以政治 實際上 和這個司法 可以這樣說 基本上都是有一個 有共同的關聯在裏 只不過在司法過程裏面 就考慮 在一般情況下 個人的 和公平的 自由 公正 平等 是多些 如果涉及到有大問題 而導致到有一個 會 幾動盪的 對社會有很動盪的影響 那些就是政治考慮 會不會在司法的過程裏面 會有發生 會 如果你說沒有的 簡直是豬兜 根本讀邏也讀不清楚 也未能夠參透 想清楚政治和司法有沒有關係 當然有 今天和大家講了這麼多 高興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香港人的電影 似乎也逐步逐步會震上紅風 我希望可以成功 聽說是這個喜劇之王第二集 也是快將來臨 大家都很期望周星馳 會不會好像昔日那樣 再發出他的光彩 異彩 這個是拭目以待 今天就不和大家講這麼多 我講完之後 我就不和大家去談 那些軍事行動之友的comments 今天和大家講了這麼多 記住 我們聖誕就是普天同慶 都不會忘記撥亂反正 破格球變 是我們繼續要這樣去向前邁進 努力不懈的一個精神 早晚拜拜